重點核心 我認為也是在女坦之部分 女坦只要集到高能 然後給予刺客壓力的話 那其實刺客陣沒有那麼好打 這其實很考驗刺客陣他們的集我速度 他們節奏要打快的話 其實我覺得女坦陣反而會變成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哇 這邊 進進出出 上上下下 不斷地騷擾Kent的閃光 Kent的閃光的角度其實 不夠刁鑽 覺得他的閃光給予的壓力其實還不是這麼的大 這也是閃光防守陣的優勢點 就是以閃光單人進來 那其實套一個單 生化手榴彈或者是 音量群的話其實傷害量不夠 所以我覺得 剛剛Kent應該就抓後面 會比較好一點 他用大絕打出一個波口 好 Kent只有殺到一隻 這一波其實M17的 集火傷害有打出來 主要是安娜的粉 傻的 就是對方安娜的粉其實傻的不夠好 所以他沒有抵消掉Kent的盒上的保護 再沒有護盾保護器的話 蘭茵哈的地獵型會為會戰造成更多的壓力 那現在沒有地獵型 那我們可以更加更容易的處理到這個蘭茵哈特 可以很侵略 非常侵略 而且 這邊是吸牆壁 沒有擋到 不過這個牆壁的角度吸得 他怎麼像一個磁鐵吸在那邊呢 對 他是吸兩個角度的牆壁 然後 自爆NZN直接炸死兩個人 對方還有OBOTO OB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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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等下拔刀就是要小心對方的OBOTO 可是OBOTO沒有戰術鎖定 所以還能打 這波進去了 這個兩刀三刀 哇沒有砍到 終於砍到了還不錯 還有一段LASH 這邊要單打對方的能量女坦嗎 我是覺得難度蠻高的 對 但是這個左鍵是有打到Kent放了一下血 那TH狀態很好 這段很詭異 那 在目前看到補給線 就在左側的狀況下 那Kent沒有騷擾到這個安娜 對 你看這邊部隊 原是在砍入西歐 那安娜就沒人針對啦 這AV7 他們的細節是在於說 他們的人 自己的工作沒有做好 9TH這個C 這邊右鍵就沒照到 日報下來 日報下來 日報上的位置很漂亮 直接炸死Restia跟Carol 但結果這個 我以為是9TH玩的 我覺得原來是NZN啊 是 9TH現在是玩女坦 上了就對了 好遠喔 Kent上了就對了 依照哥哥的經驗 我告訴你快上啊 這邊 哇這個 兩邊的大絕護康 這邊 戰術鎖定 沒有殺死人 你看我帶走了9TH OBTO這邊 右鍵打掉了Restia 情況下Rocket殺掉了Keyomi NOTO 打爆了NZNR的機甲 但是OBTO現在狀態不是那麼的好 有點危險 但是人數烈勢 是來到了對方MG身上 我覺得 這一波 溫斯頓可能扛多久是關鍵 對 而且甚至 現在 小地把也持續到蠻多能量的 甚至可以再度招彎機甲 你看OBTO那邊 他招彎機甲成功了 哇 他們第一線目標沒有先把小地把給打掉 反而是放了小地把不斷去的 Kent 能不能夠再次第二次 目前極能 喔有打掉Rocket 還行還行 這邊沒人扛車 分刃蜘蛛 效果不錯 急火秒坦克 來到第二段的終點 好進場 單跑步跳 好 然後現在820% 哇 雙保護都直接敲了喔 這邊很虧 雙保護並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只是幫助隊友進場而已 嗯 而且甚至9TH 一個引力彈配 恩之眼哪是一個直接炸四個 對 那還來預定的謝謝 我覺得來不太急 建防你怎麼看 上一個早該換了 因為22% 如果你說你有大學 不換 OK 這邊 Kent炸死了Keros 容易蚊子拔刀 Nons打掉了9TH 再砍對方的OBTO 容易蚊子的表現還蠻不錯的 Kent有打出破口 哎呀這邊 如果是去下面吃小補包 那他也活著 對 他剛剛意圖是想找這邊大部隊 結果安娜沒有補到他 安娜其實在那個亂戰當中 要補到一個 原始難度還蠻高 對 沒有錯 你不要再亂動了 你不要再亂動了 安娜說我有閃對邊槍線啊 對 治療我 快治療我 對 我這一邊 營運面殭屍有MEC應該打不贏 Kent 打掉NZN 但是被Keros給收掉 安娜一位要去 No talk 他現在要卡車 又要扛安娜 不計量絕對不夠 對 這個要去扛安娜 要趕快去扛安娜 安娜奶的好舒服啊 但是 滿滿的奶線奶到了自己的隊員身上 娜奶的強化都握在手中 隨便給一個漂亮 漂亮 給的好 但是這個 溫斯頓還沒死 40幾滴血量 還沒死 活著 抵抗這邊打掉 浪死之後再挑戰TH 粉絲殺在Rethia 殺到Rethia倒下 剩下的是 這邊Kent 丟出賣通炸彈 沒有戰鬥目標 欸這邊要小心喔 真的 不能離車 現在的確就是 兩邊一個 防守陣開局 都很像 312防守陣對上 刺客陣 現在二樓一樣 戰士兵七流 這套路都很像啦 就是一模一樣 大家都知道士兵七流要戰二樓 對 因為一二週其實 第一個循環賽 大家都不知道 第二個循環的話也是 可是那個循環大家都有進步 大家都知道戰二樓的優勢 你看這一隊 這一段恩斯頓還不一樣喔 上一次Kent是鬧二樓 這一波的話 他是鬧地面部隊 所以是兩個隊伍上面選擇的不同 312表演的壓力會很大 但是已經撐上女坦高能了 所以 這個陣也不算有優勢 完了萊茵這邊 哇 炸掉了 你看第一波護盾用騙的 第二波你沒護盾 八秒內 只要 印上這個萊茵哈德巴 基本上是穩拿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女坦不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用的角色啦 我NOTO現在很粗 來看一下 但是他瞬間被集火 哇 被帶掉了 你現在萊茵沒有大 所以他多用一個戀恩級來騙能量 對 這邊 哇 有擋到 超級賺 超級賺 有擋到 不錯 卡古門沒有問題 NOTO先帶恩級現場 疑難出手 這邊超凡路陣 有跟上來 安娜的粉沒有撒到 這個自爆有炸到Rocket跟Selfix 9TH直接被萊茵哈德頂在樹上 再配合上自己隊友的傷害 這邊先不要殺 慢慢來 慢慢來 哇 還吃了好多傷害喔 這一波Fireball會打得很衝 Keyomi被抓到了 位置有點危險 但是安娜還活了蠻久的這段時間 Hoputo抓掉了NOTO之後 再連帶對方的抵抗 APC剩下了14名成員 我覺得這波會戰的意思不同 因為 照以來說人者開大學 你單寶物套下去 你們要全員往後拉 可是 有人這時候 是不是就想取錢 然後另外的人 是像Keyomi他被抓 他只能往後撤退了 可是這邊就變成是 隊伍上面意識的不同 就是他們出現了多頭馬車 就是 這邊是細節上的處理 沒有錯 所以遇到這種陣情的話 就是單閃光去拆他們的 六人集結大部隊 可是 這樣子又太是單兵了 除非你的細節 像AHQ一樣 你有辦法說 在萊加特有大學的情況下 故意拉一個空檔 讓對方把刀 然後再回頭敲 打雙刺客 不然的話 我覺得 就目前目前的MV7 他們要先做到進退一致 好對 人者進場 他的硬砍之後 連切三隻 在沒有保護器的狀況下的話 那其實對 對Fiber來說的話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拿下這個點 這一段的話 對冰隊正是沒有優勢 他們還沒有優勢 只是一戰的機會而已 好 單保護先交 哇 最後超級虧 好 兩邊同時交 現在是單膝下來 自爆下去 連炸兩隻 怎麼沒有問題 這個自爆有到位 還行 其實 你兩個大絕 下去 還可以拿到對方一個和尚 一定要開大的 這個保護其實是不錯的 那不如剛剛那個和尚留著 然後你們看到自爆就是雙手開開準備投胎 直接 我們用八秒的時間換你兩個大絕 超級賺 這個地獵集只打到一個露西歐 對方歐普特拔刀 找不到目標 直接被放倒 剛剛最詭異的是 露西歐沒有存在右上角 一樣拿平推陣 可是你們這樣換角 就沒有能量 聚能了 那現在兩分鐘的時間 就看一波大招 地獵集能不能成功 為團隊知道遊戲 炸彈 炸死了 這邊有騙到盾 NOTOK倒下 斑鋒能扛 這邊睡到了Dcard 奈米萊因哈德 直接被睡了個正著 好虧啊奈米欺 醒來的瞬間 敲死了Rocket 還有打到本錢 還有打到本錢 還可以打殭屍流 沒有問題 現在集結 等下個轉角 不要急 這樣fireball 還有機會 萊因哈德來了 這樣子的話 還可以再平推 還是來個飛天烈地擊呢 對 還是他們都會空大呢 我們的時空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現在在做混戰的ポk 滅雷解出手 所以灌到一個 很可惜 單保護加上策 我就揹個大絕訣 火 可以! 綠 Mars 這是派類的 被人了 有田麻 現在還沒有勾到東西 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地裂級的出手 還在等 No Talk也還在等 現在這邊轉角速不能放 這怎麼會這樣開 怎麼會這樣開啊 我的老天鵝啊 你就算配合自爆的方式 都比較划算 你怎麼會單開呢 你挑到哪一年不敢撞啊 他把對方當成是菜雞 憤怒雞 你知道嗎 這個錘法就把對方當成是奮怒雞 這很明顯是萊茵哈特絕大的失誤 沒有人 沒有萊茵哈特會這樣子敲的 好來看啊 的確是看影防守陣喔 然後讓一個單斧的 單斧的Kiyomi 這邊玩士兵7-6 然後讓輸出手的話居然來漢影 好的確是個陣 今天搶住右半邊平台喔 然後不可以讓這個大火包區 給對面站到 可是他們不是平推陣 所以他們在這邊打架沒有優勢 消耗戰很累喔 如果是萊茵哈特可以就盾加在這邊 然後直接狂射 往外面射 可是刺客陣打這邊其實我覺得 你有沒有講到重點就是 補給量不夠 那這邊想到就是低礦先死 低礦怎麼會被打掉 這蠻詭異的 Kiyomi被欺負了 馬上被睡個陣著 好 三把目前大絕還不夠 才差20% 他需要再做幾次的嘗試 這邊抓到了和尚 這邊和尚就點掉 可以可以可以 3% 快要好了 要開大了嗎 這邊 瞬移 之後你的隱形馬上被打得出來 連大絕都還沒開就被打掉了 好 第二段 他引來沒有換掉 因為他手上握有大絕 想像大絕打出一個破口 率先先秒到 哎呀 脈衝炸彈率先逮到Kiyomi 對 但是這一邊的Sombra大絕出手成功 看一下能不能夠拿到效果 溫斯頓血線很殘 Kent的脈衝炸彈握在手中 這一波貌似有擋住 又一箭爆頭直接帶掉了Kiyomi 這個和尚靠賽賽死了Kiyomi Kiyomi直接倒下 接下來原是Obuto爬刀 什麼都沒砍到 什麼都沒砍到 不過沒關係 他們點上的營運面 人數優勢是很大 這邊這個自爆會炸死誰呢 沒有炸死任何一個人 但是順利的拖到了時間 浪斯點掉了Obuto 這邊是直接被害到了 浪斯開始了個大絕 但是人數不夠不足以收頭 Kiyomi現在被苦力 很殘 這邊很漂亮 很漂亮 順兩段追了過去 這邊脈衝炸彈握在手中 橫子眼啊血線很殘 哇這個營運面結果沒打贏喔 所以這裡導致兩個大 換對面一個大 而且還沒有殺到人 就是空大啦簡稱 哇這個脈衝炸彈很可惜 我有近距離看到鬼喔 近距離看到一個 半夜講多少 其實 泰國比較不怕鬼啊 因為他們鬼都是聽多了 對對對 他們那邊是 非常的習慣了 對對對 還會跟鬼做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浪斯殺掉了Rocket 你跟亥妮那邊面露出來真的 會嚇死我 我會嚇死我 我剛才真的嚇到了 而且他的眼神看起來又不是那麼的友善 可是我們只剩下三分鐘不到的時間可以刷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就是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Opto開大 就是拿出他的神奇小法刷下去 對 你這魔法卡嗎 你這邊開局 電子麥頭都解掉了 和尚瞬間倒 這邊Kent 猥瑣了一下 恩師傑拿了麥卡莉 左側有一個閃光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Kent實低血量 Opto剁掉了Kiyomi之後再剁對方的NOTALK NOTALK 這邊是寫原本是想要丟自爆拖時間 結果機甲還沒穿上 就被Opto給殺掉了 來這邊開局開得不錯 喔唷 再殺Restia 欸 請問聶榜老師這個開局 開得怎麼樣這個 不錯 這個手抽 五星元氏 開打 五星元氏 S級數值 可以打可以打 但是沒有想到Kent 所以反正跟你說 哎呀你的S級是半殘的 沒有 沒有 原來這是六星的元氏 背得上9th的自爆 看起來Restia這邊頂不太住啦 好 帶回去吧 往後延伸 做開局 好現在W都沒有要去卡點喔 是 這個開局已經打了一段時間 是好開局 但是 能不能夠打贏就是要看 你這個駕駛員 你現在這個問題點在補給線做不起來 這個不太可能 這個不太可能 大理石啦 等一下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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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t老師你不要 完了完了完了 等等等等 NOT快有大了 Kent加油 加油 一個大拳 Fairball加油 我這邊 這邊 欸 好 D塊有成功守住喔 現在 對 Nance現在也倒了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局勢不太妙 完了完了 D塊大拳都被我捨出來 哇 Restia出來 撐 撐不到 沒有時間 沒有人到Overtime 這個Sumbra 還可以接受 有機會 有機會 NOTOK還在外面 這邊脈衝炸彈沒有黏到 還有人家回溯成功 對對對這個自爆 這個自爆 有 Kent這個三頭太厲害了 D塊成功出來開大絕 有機會 對這個有機會還行 嘗試踏跌 艾米奇加油 Keyomi跳二樓 有沒有機會踏跌 沒有踏跌 沒有踏跌 這個 我們現在討論這一波 因為剛才那波真的是太沒邏輯了 那我們來聊一下這一波 來開局 鏡像開局喔 那 一樣是 欸 這邊的確 沒有出和尚喔 好 很沉穩的 敵朋友找一個位置進場 Sumbra的位置很明確 哇 這邊 重步進場瞬間抓兩個 漂亮 對啊 這隻刺客真的進場 艾米奇 你現在 才打出仗的感覺 我真的是對你 抱持著 太大太大 太多太多的期待了 真的 哇 剛剛Keyomi就差不多在這個角度被摸死 沒有錯 我還要見Kent想端抓 哇漂亮 Kent了 醒來了 醒來了 對 再抓一個蚊子盾可以 對 他現在不想吃桌子 他聽到我們的聲音了 打得不錯 欸 恩貞亞居然換了一個藍路豬出來 單勾了Kent 那 MEC可能就 需要D.Va的Cover了 來 補給線 架好 架好架滿 好 二樓的藍路豬起來囉 要小心 電到了對方的Keros Keros倒下 哇 這邊是爽電啊 好 踩到的時候 注意藍路豬的右邊位置喔 他在那個右邊轉角 先補血 藍路豬在右側 賣衝炸彈 這個是隨便丟 好這個位置可以開大絕 來 D.Q.有大絕 有 這邊藍路豬火力全開 馬上被頂了出去 6分10秒 6分10秒 這個娃媽來打 加娃公 如果 如果 這邊打下來 我把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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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10 這個優勢那麼大 真的真的沒道理 如果是三個版本就會不好 就是肯定了嘛 這個版本三分 欸 你們是隱形 哎呦 這個勾子 對 你在 看著前面玩豬 哎呀開局卷 連打兩隻 這邊太快了 這個 這個角度 太厲害了 哇 後續的補量也是 蓋到了NZZ 對 這邊NZR想要追 NZR趕快過來做Cover 之後馬上變充電寶 原來工業區 M17的重點不是防守 而是進攻啊 打得如此的深速 如此的快速 沒有錯 這邊是工業區最速傳輸 M17 5分28秒 你要沒有和尚 你就不能靠賽 對 沒有和尚就不能靠賽 哇 又 我不想看到你 這個和尚 點上的營運戰 開局先右鍵 右鍵 要摸人嗎 哦 漂亮 原來是這段關鍵 真的 你 你好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